大學生了沒 台灣生大學 大學生什麼 我們都被設計了 大學生了 大學生了 大學生到了沒 好會說話感情 攝影師都慌了 我覺得它有動心的感覺 你們兩位今天被設計戴上了 假睫毛 假睫毛 沒有啦 我一刷過去變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應該在巷子裡 一直被那個少女推 這個禮拜還有正義話題喔 沒有啊 你是要一起演戲嗎 而且聽說少女後來都 紛紛打電話給你對不對 就是要約你吃晚餐 對 反而行情看長 你要小心不要被設計喔 好 我知道啦 好不好 但是今天我們不是講這樣子低俗的設計 我們講的是 有設計界奧斯卡獎之稱的 德國IF設計獎 它這個日寫公布2011年 設計概念得獎名單 以及大學排名 一共有這個52國8000多件的作品參賽 最後選出了100件 你知道100件 台灣拿下幾件嗎 三十一件掌聲鼓 我們怎麼那麼聰明 這麼厲害 現在可以看到台灣的這個 我們的智慧財產 真的是非常的寶貴 今天呢就很多這個 可以說是設計界的新秀來到我們節目 同時帶來他們的新產品 讓大家也來PK一下 你們能PK嗎 可以了 葉麥基 我覺得我這個本身 算是還滿有想像力的一個人 好 來 下一位 所以我相信我的想像力 絕對不會輸給那些發明的人 是 想要去這個設計展的時候 平均大概會待多久時間 小龜血很久 是多久呢 對啊 對啊 是有多月有年的感覺 對啊 我是可以看很久很久 像那個新聞啊 就是如果播 站著睡著嗎 就是可以 它如果有播的話 然後我就會看不同台 然後同一個新聞 然後一直看 或者是那個購物台啊 不是那個衣架嗎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發明 購物台 對 購物台不是那個衣架 然後不會倒 風吹都不會倒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發明 然後我就可以看它看很久 設計展 你耳朵 購物台什麼關係 購物台 購物台 好 糟糕了 就類似 哪類似啊 好啦 其實今天呢 我們這個既然講到這個創意設計呢 我們今天起來這兩位專家 幫我們一起鑑定一下 究竟我們同學的設計的創意夠不夠呢 首先第一位呢 是我們這個創意公司總監 君米歡迎他 主持人好 各位小學生大家好 請君米 這一次我們在這個 國際這個IF展 等於大放異彩 是因為我們台灣在培養這種創意人才 真的很厲害嗎 其實很特別喔 短短五年的時間喔 我們的IF的獎 因為學生參加的是概念獎 一般的業界參加的是IF的設計獎 那短短五年的時間 我們台灣從二十幾件 今年已經拿到了總共是95件 95件 就是業界廠商的95件作品 全部國際的四大設計獎項 我們台灣去年拿到了260件 那目前也是全世界之冠 那也因為這樣子優異的表現呢 所以國際世界設計大會 預計今年十月份要在台灣舉辦這個世界設計展 所以各位同學有機會的話 就可以參與到這個國際的盛事 那可是 雖然我們講的都是國際的設計獎項 但是其實台灣也有一個很特別的獎 就是叫台灣的經典設計獎 那這是經濟部所舉辦的 那我今年有帶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像台灣Made in Taiwan Design in Taiwan 因為我們現在要講求的是軟實力的發揮 像這個東西就是台灣設計台灣製造 那在日本賣得很好 軟軟蛋 軟軟蛋 USB的 而且是全世界最薄的 那像我們今年的 對 今年台北市的花博 一下就暖了耶 真的 剛剛你拿過來是冷的 然後現在到時候 你不知道是不是 我會拍攝吧 謝謝好快 真的很暖和耶 真的很暖和 好快喔 可以煎蛋的 真的耶 所以並不是說國際的設計獎項 才是好的 其實台灣有很多也很好的設計獎 第二位是我們日本專家阿日王 歡迎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阿日王今天要帶來什麼 新奇的日本東西 今天要帶來的是 因為我們知道需求是發明之母 可是日本人比較怪 他擅長發掘這個 人們不知道的需求 那像這個呢 這個叫 扎眼君 什麼叫扎眼君呢 因為他只會扎眼而已 他的功能就只有扎眼 那他屌蛋 他就是可以貼在任何的事物上面 比如說你貼在椅子上 貼在桌子上 他就只會扎眼 但是 讓他活了起來的感覺 對讓他活了起來 但他會扎眼 就這樣 賣得超好 對 你不知道他的需求在 但他就有這樣的需求 那他是 就是自己定時的扎眼 還是說有光 有什麼他才會扎眼 他隨機的扎眼 對 隨機的扎眼 隨機的扎眼 他就只會扎眼的眼球而已 對 但賣得超好 賣得超好 對 日本人重視生活的小樂趣 對 小樂趣 那這個呢 是水果變調子 那今天有得獎 對 那 他厲害就是在於 他就是把水果的造型 就算擺著 他也是很好 可以欣賞一個東西 對 像日本有一個 Good Design的設計獎 也是國際很重要的一個設計獎項 Good Design Good Design Good Design 然後像這個 這個作品呢 就是日本的Good Design設計獎得獎作品 功能是 他很可愛 他也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盆 種這個盆栽的時候呢 他裡面有一隻小松鼠 當你的水沒有的時候呢 你的松鼠就會沉下去 然後所以呢 我們要幫他 澆水 他就提醒你說要幫他澆水 澆水的時候呢 這個松鼠就會浮起來 差點把松鼠淹死 他就往後面這個閃是 這個閃 這個閃還蠻特別 因為我們 其實只有亞洲人會用這個遮陽閃 那這個遮陽閃 是一個日本設計 他想說 這個陽閃有沒有辦法結合 時間的功能 也就是說當你這個閃呢 你可以看他這邊有角度 你只要對準北方 然後角度對了 你會看到太陽在你的格子上 在你閃上面哪一個格子上面 你就會知道現在是幾點 對 對 對 這還蠻酷的啊 你可以隨時知道說現在 說過人以前那個日鬼啊 對 日鬼的這個概念 結合到這個閃子 今天呢 我們請到了很多 在這個IF設計大獎上面呢 這個大方異彩的同學們 帶來他們的作品 或者說是他們的設計概念啦 馬上呢 就來歡迎第一位啦 這位是我們台科大設計所的 陳忠 歡迎你 陳忠 我們現在在陳忠祐的這個基本小檔案啦 他是這個台科大設計所的 然後他的獲獎作品是 不倒拐杖跟潮 然後他得獎經歷呢 得過這個德國IF概念獎 全球第四名 全球第四名 這個你全球第四名 你那時候 今年才剛得到嘛對不對 對 大概在那個過年期間 他發信過來 那得到的時候你心情怎麼樣呢 我得到的第一個反應 就還不是高興 然後因為平常 之前有同學 那發信過來是英文還是德文 他是用Email Email然後是中英文的 喔 還有中英文 然後那個時候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還不敢太高興 想說可能是被整 就是因為之前有同學這樣整我 然後就在很緊張的時候 這樣發這種假信來整我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Check一下那個Email的那個來源是哪裡之類的 然後最後確定之後 然後還要懷疑一下自己的英文有沒有看錯 然後再請幾個英文好的人 同時幫我鑑定之後才確定 才可以放心的開心 然後馬上打電話給那個一起做的同學 有沒有去你知道吃燒肉 對啊 慶祝一下 對啊 慶祝一下 就是隔天馬上就會吃燒肉 真的嗎 有多少獎金呢 就是這個獎金是大概3000歐元 大概3000歐元是大概快12萬台幣的 可以吃超多獎肉的啊 你不用一次 對